韓中凝股交易即将开始 小资组可以挑选你喜欢的高价个股 开始进行同志 韓中凝股交易这件事情 10月26日上路营 这个其实对小资组来说 最大好处是以往你可能金额过小 你想要去买那些高价股的部分 基本上以前是不可能能买 好比大地光可能现在目前 你买一张就要大概300万左右 对那今年的高点还有600多万 你怎么可能买 可是如果今天盘中交易开始 零股的盘中交易开始以后 你就有办法去买个一股十股 再来就是说 这个戳额机会也比以往多很多 因为过往一次 一天只能戳额一次 过往都是盘后交易嘛 你一定要买到这张股票的话 你变成说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挂涨并 对但是现在可以戳额时间跟次数都会增加非常的多 那正常的盘中交易戳额不完呢 没关系你还可以买盘后的 以今年来说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清洁用品特别多 肥皂啦 抗菌洗手乳啦 也有洗法的 那也有洗碗的 这其实家庭日用品的类别是特别多 那往年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另类的商品 我们印象比较深刻 通常都是像中钢啦 哇那个非常的火热 那今年我会发现比较新的发展是在很多的商事公司把这个广告运用到他们的APP上面 好比说像网评 网评它就是你只要去领的时候我给你APP 对你只要下载以后 登录你有2200块的兑换券可以使用 因为你每个月都有扣款的时候 金额都不一样 所以会让你特别留意 你这支投资的股票的标的的波动性 定期定额是有感一万 当你扣了三年以后你就要无感 不要说三年啦 可能两年就无感了 可是定期定股你每个月在支付这个款项的时候 你非常有感 它是一直越投资好像要投资的金额越来越高 所以定期定股我当然认为它一定还是比定期定额来的 能够更投入专注在你的投资标的如上 存股计划上面 我认为也是定期定股会比较容易让你产生积极的报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